好,大家好,欢迎收听Tigger波 这是Tigger班网站所制作的Podcast节目 我是主持人浩蓬 我们会邀请跨领域的工作者 来节目中分享和科技有关的看法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按一下订阅钮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大家听一下 因为NCC规定我们在网站上的文章 如果是18禁的 都要有出现提示的符号 确定读者年满18岁才可以再继续阅读 那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访谈 是不是也要上警语 因为我们今天从头到尾要谈论的话题都是性 那来宾是知名的许兰芳博士 许博士在几年前开始在脸书上发表性教育的知识 接着也在YouTube频道发表相关的影片 那去年7月出版了 大人的性爱相谈这本书 把性的正确观念带给大家 那今年在城邦自曼署的线上课程平台 也即将上架大人的性爱相谈 今天我们就请许博士来和我们大家谈谈 大人的性爱相谈 许博士好 请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 我是许兰芳 博士请问一下 你为什么想要开这个线上课程 你是说这本书的吗 对啊 应该是说我对性教育这个东西 我一直很想做性教育这件事情 但是我一开始其实并没有很远大的目标说 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 我一开始只是觉得需要有人出来讲这件事情 因为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头 这种事大家通常是不太谈的 对 但是因为在我的研究里面 跟在我咨询的个案里面 我发现错误的认知 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不管是两性之间 朋友之间 家人之间 甚至自己跟自己之间的误会 都有可能 那我就会觉得这些 我会觉得人一辈子就这么短 过一天 就离坟墓更近了一天 为什么我们要浪费时间在误会 或者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那我就会觉得 因为我当然知道对华人来说 性是很难启齿的事情 那在亲密的人当中 我们也不可能真的 真的就是开放到跟亲密的人 完全坐下来很open minded的去讨论任何事情 那我觉得我很乐意当这个第三个人 因为你之前其实在 在传播性的教育的工具上 你使用过的已经是有书籍了 可能也有用社群媒体 那现在又多了一个线上的课程 你觉得这些不同媒介的形式 对你要传达的内容 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做法 内容其实大同小异 应该是说说话的深浅吧 内容的深浅可能会不一样 跟我当时想要传达的 因为其实我 我不管录东西写东西 或者是不管是录影啊 或是线上课程 我都是没有脚本的 都没有脚本 我都没有脚本 所以我每一次录 每一次讲的字句 不会一模一样 对不可能一模一样 那但是不同的途径 会有不同的接收的TA 不同的群众嘛 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会看书 不管是电子书也好 或是实体书也好 就是有些人就是会看实体书 有些人就是会看电子书 那至于线上课程呢 我会觉得如果有人不敢跟旁边的 年纪到的小孩 或者是学校你不好意思 学校老师不好意思教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买这堂课 在学校教室放给学生看 就是起码有一些 你还可以公开放映哦 我记得我那个年代 我那个年代上健康教育的时候 是男生全部出去 男生去操场上打球 然后只有女生在教室上课 这个很奇怪啊 因为我觉得 你知道吗 就研究上面显示 你性知识越充足 小朋友对性的态度会越健康 那当然 然后结果呢 你对你性知识越充足 对性的态度越健康 他们其实会越晚 接触性行为这件事情 反而频率并不会这么异常的多 因为在这个 在现在这个时代 很多人的性知识的来源 大概都是A片 我说男生啊 男生 对对对 那你觉得透过A片来了解性 会有什么问题吗 我做个比喻好了 就像如果从小都没有人教我们社会 那我们都是从电影上面学习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能大家都是拿枪来打了嘛 不爽就一拳揍过去 不会有人想要沟通 对 因为电影 我们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没有英雄 但是那个只是满足我们某一些情节 或者是一些打打杀杀打打闹闹 或者是两个人的情爱 穷瑶士的那些情爱 都只是放大我们的感官 我们的感受 因为他必须放大我们才能强烈的感受到 他们要传达的是什么 所以A片也是 他必须放大他们的行为 放大那个声音 才能让你理解到 原来他正在开心 他正在怎么样 但是真正的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并不会这么戏剧化 对啊 就像我们在流泪 在难过的时候 其实都是很内化的 很内心很内恋的东西 所以如果他今天从A片上面去看的话 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怎么没有那么久 怎么没有那么长 怎么没有那么干嘛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错的 对 你把它转成两性 其实就很简单 就会变成说你吃东西怎么会没有电视那种 烤烤烤的声音出现 这个食物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为什么电视好吃的食物都会烤烤烤 都会有卡卡卡的声音 或者是为什么电视演女生伤心都会 错气都会难过 你没有哭你是不是不够难过 就是会用电视上面的 比较艺术形态的影像 来当作标准 希望我们人好像要达到那样的标准 其实是有点不太对 所以当今天这个作品被呈现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经过了设计 经过了剪接 经过了表演 当然啊 因为你想啊 如果 对啊 因为假设你看 如果今天电影 他就是播一对夫妻在家里 然后柴米油盐酱醋茶 早上送小孩上课 下午接小孩回来 然后吃饭 然后坐坐夜睡觉 这电影谁要看 不是吗 大家每天都这么过日子 对 可是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么无聊 对啊 我顺便问个问题 就是说 性其实一开始都是物种 都是在繁衍后代 所以以前人类的作爱时间很短 因为他要赶快赶快做完 然后不要被其他的动物给猎杀 所以时间很短 能够完成繁衍后代这个功能 其实就OK了 对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让性这件事情 加入了繁衍以外的意义 大家把他变得更有乐趣 加进去更多的道具 或者让他有更多 他什么时候开始发生改变了 应该是说我觉得他其实一直都存在 是什么时候我们意识到性里面可以有爱这件事情 所以我的书才会写性爱相谈 不会写性相谈 或者是爱怎么样 对我来说我觉得性跟爱它没有办法分离 有些人就会说 就生理角度 有些人就是可以没有爱啊 但是我没有要讨论这个东西 我要讨论的是真实人类生活当中 我们的人的依附理论 我们就是会渴望跟人靠近了 我们在两性关系里面 就是会渴望跟亲密的那个人 因为爱而产生性 或者是因为性而产生爱都不一定 这是我觉得是两个相辅相成的东西 那当然性它 人家说性它有一个目的就是 繁衍后代 这个是以生物的角度来说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你应该有听过 本我自我跟超我嘛 本我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这是我自己的举例啦 本我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生物论嘛 就是繁衍后代 这就是所谓人的兽性 你有欲望就会想要上某个人 你饿了就想吃 不管那个东西合不合法 你是偷来的还是想吃这样 那超我就是我们学到了道德观嘛 就是圣女 圣女贞德 或是柳夏慧 我们的人不能有七情六欲 我们要很神圣的看待这个东西 之类的 但是一个是兽 一个是神 但是我们都忽略了 我们是人 我们并不是 我们是生物的一种 但是我们并不是动物 我们不是为了繁衍后代而存在的 猫或狗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我们是比他们多了灵性的一个动物 叫做人类 那在你自己的研究里头 除了人之外 还有其他的物种会把性当娱乐的吗 那个应该问生物学家才对 就我说应该是有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动物 好吧 那在我们 其实在华人文化里头都会要求 不要有婚前性行为 那有一些宗教大概也都有类似的教义 那你自己对于婚前性行为有什么样的看法 就是我们这样讲小孩子到底合理吗 我可以提供一个想法给大家参考 婚前性行为这个说法的确存在 它存在可能五六十年七八十年之前 那个时候会有 不要有婚前性行为这句话的时空背景 是在于那个时候的女生 要嘛就同养息 要嘛就十五十六十七岁就嫁人了 不要婚前性行为应该好几百年好几千年了吧 对吧 那个时候的女生很小就嫁人了 或者是十五岁十六岁就嫁人了 那个时候要怎么婚前性行为 也是啦 以前人的寿命只有三十 大概三十岁而已 那大概 四五十岁 你十几岁就嫁人了 你要怎么婚前性行为 那个时候人的第二性征都还没出来 你要怎么嫁人 说的也是耶 我从来没想过这问题耶 对啊 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已经是比较早哦 大概十岁到十二岁开始 我那个年代的第二性征 就是青少年大概是国中十三岁 现在大概是十岁 那你看在更早之前 他们的第二 就是在那个青少年可能要十四十五岁吧 我猜啦 可是他们在十四十五岁之前就嫁人了 而且都是那种子妇为婚 根本没有情感基础 就是你就是去他们家当媳妇 那这样子怎么婚前性行为 根本没有这件事啊 对这是我第一次 对有意思的可以想象这件事情 以前的人生命只有三十岁左右 所以他们大概十二岁到十五岁左右 就必须要嫁人生小孩了 那如果你还要求他婚前性行为 哇那可能时间要更早了 那个时候有些婚前性行为才奇怪吧 那但是现在你想现在的婚 现在女生都四十岁 还有的没结婚 你要他怎么样不要有性行为 就靠神性啊 对啊这样很不合理啊 所以我觉得很多话的 就是很多话的确有他的存在的意义 可是他的时空背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 如果现在的小孩 你看哦 不要婚前性行为可以啊 他们就是当小爸爸小妈妈 他们也没有婚前性行为啊 直接当妈妈了 所以你自己对于整个婚前性行为 这件事情的看法是觉得有需要就可以吗 还是 我觉得还是要看个人意愿 因为这个其实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但是我觉得我们有我们务必 应该说教育者 以我的身份 我会跟小孩子说 性这件应该说性行为这个东西 是什么时候可以发生 或者它发生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会你必须要做什么样的负责 全部的知识都让小孩知道之后 让他自己选择负责 你觉得这你刚讲的这个小孩大概是年纪多大 当我们人开始有性欲的时候 是青少年的时候 青少年之前人根本不会有性欲 小孩子 所以他们根本不会有欲望 就不会有性 不会想跟人做爱 他们脑子没有这个东西 因为那个时候他根本还没有荷尔蒙的产生 所以你刚讲说应该要让小孩子 或者是青少年有一些正确的 你该知道的事情我都告诉你 让你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 那如果你有怎么样的事情发生 你可能必须有承担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这整个过程当中 你觉得对于性来说 生理成熟比较重要 还是心理成熟比较重要 都重要 但是就我们的人的发展 生理会比心理早成熟 在国中的时候 我们的国中生理已经成熟了 男生的高丸因精都已经长完了 但是国中高中生的心理成熟了吗 并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性教育很重要的原因 怎么样在他们生理成熟 他们已经开始有性欲 想要找人做爱 想要自慰的时候 我们要教他们怎么样正确的抒发 怎么样去做健康 怎么样健康的去做这件事情 那你看像现在 怎么说 像现在你其实在路上 你有时候可以找到一些情趣商品 用情趣商品的商店 那里头就有各式各样的情趣商品 那我们常有时候 也可以在新闻上看到有一些人 乱用东西 然后搞到去就医这件事情 你觉得在所谓的性行为 这整个过程当中 使用这些所谓的情趣商品 你建议吗 或者是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 我用一个比喻给你听 你应该就会比较了解了 在使用这些用具之前 我们必须还是要有基本的知识 因为我很喜欢把性欲跟食欲拿来比较 比较的不是它的频率或是使用方式 因为本来就不能比 而是我们人对食欲跟性欲的渴望是一样的 那个一样的意思就是说 当这个欲望来的时候 不是我们说不要 它就会走开的 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意识跟控制 去与它共处 那所以我很喜欢把性跟食欲拿来做比较 那你刚讲到情趣用品 当你还不会做饭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火怎么开 你还不知道饭怎么煮 你还不知道菜怎么下 你就去参加厨房的厨具大展 买一堆用具回来 你会用吗 你就瞎弄吧 对啊 但是当你会做菜 你已经够厉害了 你才会去买那些东西回来用吧 对啊 这就是我的立场就是 没有一定要用情趣用品 但是当你已经纯熟到 或是你们两个人之间 已经互相了解到一定的程度了 情趣用品它的存在 是用来加温或是辅助用的 它不是一个一定要 或不能存在的一个东西 就像厨具一样 好的锅子一定要存在吗 不一定啊 你只要东西可以煮熟就好了 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很讲究吃的人 我想要买好锅子 不行吗 可以啊 你有钱就去买啊 你知道我会问这个东西 其实也包含着说 因为现在 一开始其实我们都知道 有所谓的情趣娃娃这种 这种东西 然后这种东西 其实也越做越逼真 不管是在材质或什么东西上面 那现在甚至还有人会把 AI都加进去这种情趣用品 AI型的充气娃娃 然后可以做各种的设定 还可以跟你对话 然后做得很像人一样 那你知道有时候 当然有时候在网路上 大家会在那边瞎开玩笑 就是当以后那个 找不到另外一半的时候 起码你还有充气娃娃可以买 那你觉得真的找到另外一半的时候 充气娃娃是一个好选择吗 如果真的找不到 也只能这样啊 或者你靠自己啊 其实跟煮饭是一样的 如果假设你不会煮饭好了 你不想靠自己 那你又要吃饭怎么办 你要嘛就叫外送 如果有些人说不行 我没有办法接受外送 外卖那没关系 你就找一个煮饭阿姨来嘛 照三餐煮饭给你吃嘛 嗯哼 你一样的意思啊 你就是有一个你专属的娃娃 你自己用 没有不行啊 重点是你的欲望 有同等的被满足就好了 只是人的满足 跟机器的满足 或娃娃的满足 或者是不同方式的满足 看每个人怎么定义 有些人喜欢外送的满足 有些人喜欢外卖的满足 有些人喜欢家里面人的满足 有些人就喜欢机器 有些人喜欢玩具 不一定 对啊 对所以现在有些人会选择 跟二次元的人物结婚嘛 对啊 但是每个人喜好不同啊 那现在有一些情侣 其实这社会新闻常看到了啦 就是有些情侣会互拍亲密的影片 然后等到将来分手之后 就被拿来当作威胁的工具 或者有一些是不小心外流 然后造成了某种的伤害 你对于情侣在拍这种 私密影片的事情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回归到性教育 因为其实性教育不是 只有性行为教育而已哦 性教育它从小就要开始 它里面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尊重跟隐私 你一旦从小有被灌输 必须要尊重跟保护自己或对方的隐私的时候 当你已经有尊重自己跟尊重别人 还有保护自己跟保护对方的隐私的前提之下 你们两个在互相彼此同意的情况下 做了这件事情 那么后面发生什么后果 都是自己要承担的 那这个就已经没有什么建不建议好不好了 那是他们两个的选择了 我们旁人只能做好教育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这社会里头其实有点难的 所以一定要总要有人做啊 你不做永远都只能落后啊 你看我们以前亚洲四小龙现在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 不不现在已经 算算算这个讲起来令人难过 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人去做 因为我相信有一个人听到那就是一个人 那所以你看我们一直在讲这些东西 但你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 关于性我们最需要改变的观念到底是什么 态度跟我们的心态 我们太多人用自己的标准在看别人 这个是很多人觉得这个跟性有什么关系 这个就是影响性最大的影响 我们对待性的态度会影响到我们下一代 对性的价值观 你对性看的越自然 他越不会觉得这是有什么样的事情 他反而会越健康的看待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我们会不敢讲性 因为我们以前的家长以前的传统都告诉我们 性不可以说 性是害羞的 性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讲性 好像是不对的 那个不对是谁讲的 是我们自己告诉自己不对的 所以我们其实要对付的 要对抗的是自己 不是任何人 那因为我不想要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不让大家讲 不让别人讲 不让小孩讲 不让学校教 因为我自己不想面对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让别人做那些事情 你去观察 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禁止 其实我们是在禁止自己的欲望 因为我觉得其实 你说要改变这个社会 可是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就等于是我们整个一种社会的一种 传统的文化的一个氛围 要挑战这件事情 你怎样挑战整个一个长久以来累积下来的一种认知 没办法 国父革命也是革命也是一次 总是要有人革命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的传统也是以前的人慢慢累积下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改变 就会有未来的传统了 我们现在的累积就会是未来的传统 而不是我们的以前的过去 所以你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关于性这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应该想办法让它可以 被公开的讨论而不那么的羞耻 本来就是啊 因为第一个大家会觉得羞耻 是因为想到性就会等同于阴京插入阴道 这是大家最明显的想法 只要讲到性大家就会有这个画面 可是问题性教育的性不是只有插入 性教育的性里面包含了生理的成长 跟心理的成熟 还有法律的规范 道德伦理 两性相处 等等 这些都是性教育里面该学习 还有我刚刚讲的尊重跟隐私 这些全部都是性教育 包含我们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人格养成 品德德性 这些都是性教育应该要做的事情 这些在你的课程里头都会提吗 你说线上课程吗 对啊 我不确定有没有提到 因为我还在看 因为我讲太多东西了 我不确定在课程里面有没有 应该都会有啊多少都会讲一点 因为那是你根深蒂固的观念了 你要传教的东西 对 就是我们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大概已经过了20分钟了 我们一直在讲性啊性行为啊 那你看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讲的性都一直没有在讲做爱啊 不是吗 对对对 但我的意思说像性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下去的话 他也可以有无性的爱情或者无性的这种亲密关系吗 我说没有性行为啊 如果你的这个性是性行为的话 当然可以 因为性对我来说他是带有爱的意识的亲密感 只要你愿意跟这个人开始 你会想要我们就是会想要跟这个人聊天 想跟他牵手 我想跟他拥抱 我想要跟他分享事情 再多一点点我想跟他发生关系 这些我刚刚以上讲的全部都是性的一种亲密感 那如果一对夫妻他们没有了性行为 可是他们如果还存在拥抱分享牵手 那当然可以维持他们的关系啊 但是如果这个亲密感已经都没有了 他们不会关心不会拥抱不会分享也不会想要看到对方 即使他们一个月会做一次爱你觉得那是关系吗 那是泡游了吧 你讲了我还没我正准备要找合适的名词 对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夫妻或两性之间 到底维系关系的是什么 其实不是性行为性行为是一个成果 所以你关系够好自然会有性行为出现 那这个关系要用什么维持 用亲密感 那这个亲密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性 所以你刚谈到泡游这两个字 现在网路上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子透过一些APP 然后就互相出去发生性行为 那这些人可能完全都不谈私事不谈感情 然后反正大家就是好像就美亲民就是解决他身体上的需要这样子 你对这种行为你的看法呢 你觉得他是他被归类在哪个部分哪个领域啊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领域他就是两个人说好就好了 就像我去餐厅吃饭他不需要问我在家里吃什么啊 他只要做好吃的饭出来给我吃就好我付钱 所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只要两个人自己OK就OK 只要两个人说好 但是我们的教育必须做在前面就是不管你跟谁发生关系 第一个当然以单一性伴侣为主 不是要越多越好 第二个你再怎么样都要做好安全的性行为 这个是我觉得不管跟谁都要 当你已经告诉他这些观念这些知识了 他在找这些人之前他就会先想一想 我需不需要 我有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 你都已经跟他说太多性伴侣可能会染病 你都已经跟他说不带保险套不做避孕措施 不带一些安全性行为的措施很容易染病或怀孕 都已经讲了他还会不去考虑这件事情吗 不可能啊 对那但是其实你说像不同的文化 就是世界上那么多种不同的国家文化 对于性的观念和想法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你觉得有所谓的好的或正确的观念吗 或者是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些观念又应该以谁的为准 你说什么样的观念 我不晓得啊 就是譬如说像假设在伊斯兰律法里头 对不对 那女生应该要蒙面啊或干嘛的 那在欧美国家里头显然比我们open一点 那不同的国家对他们的这种性行为 或性教育有不同的定义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不好 而是我觉得大家必须要知道这些所有东西的存在之后 他自己的选择就会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前提是他必须全部都知道 前提是我知道在没有宗教前提之下的性是什么样的性 因为互相尊重的前提之下 我可以不要接受开放性关系 但是因为我尊重你们的想法 你们两个人两情相悦说好 那是你们的事情 可是我接受 应该说我接受你们这样子的行为 因为你们两个说好 我不去批判你们 不代表我接受自己的生活中有这样子的关系 你懂我意思吗 我尊重你 但是不代表我认同这样的行为 那是互相尊重 但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开放式关系的这种事情 那为什么要知道 因为当我发现有这样关系的时候 我并不会用我的标准去歧视别人 对 比如说你看像现在有些国家 他还是可以一扶多棋或一棋多福 对啊 那个就是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而已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没有对跟错 只有我们的选择是什么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理解有这样子的制度的存在 但是你自己可以选择要或不要 对啊 没错 对 我们可以理解佛教对性的限制 基督教对性的限制 伊斯兰教或是阿拉伯 或是任何国家 西方或是亚洲国家等等的 或甚至性教育里面提供的所有东西 每个人都应该要理解 理解之后 我觉得我的个性适合佛教这样子的 我觉得我的个性适合西方国家这种开放式的 只要大家说好就好 我的个性适合伊斯兰家那种女生还是要传统 那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 没有谁对谁错 但是前提是 我们因为都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存在 所以我们学会尊重 我觉得重点是尊重 不是男的比较好 那其实我们刚才在讨论的性 虽然我们都没有讲性别 但是大部分的概念 其实都会来自于异性之间的讨论 那关于同性之间的性 也是 不适合看你这样子的课程 当然 当然 你觉得都没差就是了 没差 我觉得没差 但是我们都会认同的 那个小女 女人的 要柔要怎么样 不是说有阴晶的男人 那个生理性别是男生 就一定要雄壮威武 不能哭 不能交柔 一定要讲话大声 要练肌肉 没有这种事啊 没有二分法 以前规定男生要去当兵 就是以前啊 所以现在为什么会 一直越来越改变 也是因为大家其实发现 那个都是 我们规定是人设出来的 所以其实你刚在谈论这些东西 我自己就在想说 有很多东西 观念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现在的制度 我们现在的法律 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有可能他因为这么做了 他就会触犯了某种法律 叫什么 你看我们的通奸法 最近才废除掉的耶 过去那么多年 有人会因为这条被判刑法的 因为你知道吗 为什么会被废除 因为研究里面有显示 因为通奸罪的存在 是为了要保障夫妻之间的忠诚度 对吧 但是研究里面就显示了 你有这个通奸罪 夫妻之间的忠诚度 并不会因为这个儿变比较好啊 他一样在外遇啊 只是不要被你抓到而已啊 那他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被废除了啊 所以犀利人亲那句话 才会成为经典名言啊 对啊 所以我才会一直用我的立场 我想要告诉大家说 不是男人 应该说外遇这个行为 当然不对 可是我们要想的是 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 而不是一直去抨击做错事的人 因为我觉得一段关系 不管是家庭关系 朋友关系 两性关系 关系里面只要有事情发生 绝对是两个人的责任 不是只有一个人 我们今天在聊的东西 是因为你有一堂线上课程 对不对 对 那这个课程就我理解 好像是21堂课了 你说外遇那个吗 不是外遇啦 你这一次的那个什么 大人的性爱相谈的线上课程 一共有21堂 那负责人好像是跟我说 只要报名人数达到一定的人数 就会有额外的课程解锁 你可以透露什么内容吗 其实我都录完了 我都不知道 我不太清楚 居然要我帮你讲 我一次都录完了 真的吗 那是他们两三级要拿来当彩蛋 那是比较深入的吧 好像是口交啦 好像是报名达到不知道多少人的时候 就会把口交课程放上去 对啊 那个就是性行为教育的一种 对啊 这个是我同事需要我提醒一下大家的 好像是说 在自慢署的线上课程里头 有一个学习乐的优惠啊 嗯 然后说只要 会有一些试听啊 跟一些相关的折扣啦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能可以就 上去稍微了解一下 嗯 好像说你的这个线上课程也适用 也适用 对好像说结账满千送三百之类的 还可以抽一堆小礼物 嗯 蛮好的 对 反正就是有 我是觉得这个线上课程可以去学校推广 但是就不用加送后面那些 比较限制级的人 可是这样不行啊 你不是应该要推广 大方讨论什么限制级的就不行啊 没有小朋友欸 性教育 小朋友 对啊 可是你这个 我倒是不讲我们可以自己播啊 你这个写的是大人的性爱相谈 应该要录一个小朋友的性爱 前面我记得在讲一些高潮啊 或什么的那些 我觉得是可以给大学生看的 没有我觉得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地方 真的是挥沫如深啊 到了健康教育的这堂课以后就是 大家自己看吧 对啊 然后不然就是 有时候就是把男生叫出去 把女生留在教室里头 男生就出去打球 男生也乐得出去打球啊 对啊 那所以 那我觉得呢 太多 嗯 所以大家取得知识的管道 都是一些很奇怪的来源 对 没错 以前是网路 现在是网路 但以前就是一些很 A片 很奇怪的东西 以前A片还不容易看 以前要找黄色小说 啊 然后 买个黄色小说 要跟去那个 跟那个警察斗法一样 你可能要去光华商场 对不对 然后可能问老板说 有没有小本的 老板现在要先确定你不是警察 不是来干嘛的 然后就会把那个电话柜移开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暗门 然后把那个暗门打开 再从里头进去 然后拿一些出来让你选 以前是这个样子啊 那以前就是只能透过这种朋友聊天啊 那可能有些人比较有办法的可能看过就会告诉你啊 所以我们一直比较没有被有系统的正确的告知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本来以为说那个你会选择线上课程 可能是因为说他比较有一些 比较有些私密性 譬如说有些人如果他不太好意思让人家知道的时候 他可以自己在网路上 当然可以啊 就跟现象书是一样的啊 你不想买书或是你不想干嘛 你就买在手机里面看啊 对啊就是有一些 像电子阅读有一个额外好处 就是别人不知道你书柜里有哪些书 对就是书里面如果你不想看书 你就买电子课程用听的啦 嗯哼哼哼哼哼 对啊 好啊那最后 你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呼吁一下大家的 就是关于 不管是关于性啊 或者关于你这个课程 我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希望大家可以打开心房去接受任何的可能性 不要觉得说接受的可能性就好像是被强迫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永远都不要忘记 只有自己能够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永远没有别人可以强迫的了你 但是这些知识 你是必须要知道 你知道你可以不一定要选择 可是你知道的话那是对 我们都是有帮助的 就算你知道的越多 你起码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对你只有知道你才有办法保护自己 而不是为了怕知道 就觉得会不会是我一定要怎么样 没有我觉得我们人太多时候被自己的对未知的恐惧给扭曲了我们自己的心 所以这些东西在你21堂课里头可以给大家一个有系统的整理或教学 让大家有一个完整的观念 对我觉得听了也许你对性这件事情 或是你对也许你对你的人生 会有不一样的解读或看法 也不一定 如果能够改变一个人从不好的方向到好的方向 一点点也好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你想啊假设今天我们都是大人了 你今天知道有口交 刚交 性交 什么什么交 一堆交 你都知道了 你会因为你知道了而每个都去做吗 不会吧 是不是 我们会自己逞折啊 对但是不排除有一些强者整天要解锁一些奇怪的成就的 对啊那个就是找他跟他 就是找那个可以跟他一起互动的那就好啦 他不要强迫别人就好啦 就是对双方都想解成就的 大家就互相去解成就 如果两个人都互相解成就 那我们旁边的人也没有必要说什么啊 旁边可以喊加油啊 对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说 好像你看了什么就好像一定要做什么 不会并不会 不要太低估自己的自制力 也不用太高估很多 也不能说高估就低估了 很多人都觉得我这样子看 会不会好像一定要去干嘛 不会啊 如果真的我们被告知就一定会去干嘛的话 那世界上就不会有犯人了 对啊其实 每个人从小都被告知不能当好不能当坏人不是吗 我觉得有一些 就是回过头来 其实我很同意啦 就是当你知道的越多 然后有人能够告诉你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观念 那你自己才可以有更多的 选择或判断 对而不是说 今天好像就是我不知道 所以呢没有办法怎么样之类的 然后建立一些奇奇怪怪模模糊糊的想法 然后等到事情发生了以后 可能有些结果是你没有办法承受的 没错因为我们知道越多 我们可以把那个主导权拿在手上 我们可以去选择 当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你只能被选择 嗯哼哼哼哼哼 好那 最后就是说如果有人对于 这堂课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搜寻自慢熟 然后大人的心爱相谈这几个字 大概就可以找到这堂课的相关的资料 嗯 好吧那我们今天谢谢许博士给我们的分享哦 谢谢那也希望有更多人去购买这个课程 因为这样可以解锁其他的三个课程 没错 那因为其实你看哦 编辑跟我讲三个课程 我只记得口交其他两个我忘了 其他的应该也是蛮陷自己的 应该是蛮辛辣的啦 我记得是陷自己的 对对但是因为 我们还是华人社会嘛 对这个我比较 这个就印象深刻 所以我只记得这个 那大家想要知道解锁两个 因为上网去搜应该是有的 我们今天就谢谢许博士的分享 谢谢 那也记得听众 记得帮我们按个赞哦 然后订阅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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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